對於林鄭月娥這次的防疫抗疫基金2.0的想法 我有幾個回應 第一個就是它是擴大了應用的範圍 但是仍然不是以一種雨露君瞻的態度去處理 所以你會見到有很多在面對營運困難的行業 是仍然不包括在內的 譬如說重災區的是飲食酒店業 它的上下游包括了洗衣業 其實仍然都是不包括在內的 所以我覺得既然林鄭是打算用1300億去做這件事的話 為什麼不是考慮到疫情的影響是去到各行各業的時候 而是應該是要讓各行各業都可以獲得相應的支援去度過這個難關 難道這一份的是防疫抗疫基金主要是為功能組別的代表去做的一個面子工程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我促請林鄭在考慮她現在的16項的狼上面 應該加上一個其他的內容 是包含所有仍然是在我們叫做in operation 即是說是仍然營運當中的行業 她能夠確認到她是有她的僱員 要面對這個疫情的時候 她就應該獲得支援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她有提到就是她是要港鐵減票價 這個很明顯是會令到現在使用的情況 傾斜向港鐵的現象可能是進一步惡化的 其實當政府是想令到香港市民的交通費負擔得以下降的話 最直接的做法其實就是不設門檻的交通津貼計劃 即是說不是降到200元 是不設門檻的時間 就等於所有的交通工具 只要是乘搭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25%的票價的折扣 其實這一個也都會令到 市民在出行的時候的選擇 是可以有一個更廣泛 更雲巡的安排 而不是把那些客人倒進港鐵的樹 第三個我想補充的就是 在整個政府聲稱說 他自己那個物業是會延長那個免租或者減租時間 當中他是沒有處理到港鐵的物業 其實既然政府是可以透過指令港鐵去減票價 和和他夾粉做matching funds的時間 那其實政府是不是應該都要以大股東的身份 令到港鐵是可以進一步將他的收租的安排 是進一步是改善 去令到在港鐵的商場 營運當中的商戶 是可以有一個的減輕 他那個是經營成本的做法 亦都成為一個帶頭的作用 令到就是整體其他的業主 是可以從這個方向去看到那個是政府的帶頭去處理有關的問題 到最後我仍然想指出就是政府有提到就是有關那個是一些不是強積金公款的這個是入息補貼的時間 如果他沒有做強積金公款的話 他就可能是得不到一個安排的 但是我想提醒就是說 在現有的強積金的公款安排裏面 有強積金戶口的是佔所有的打工仔的74% 另外有大概百分之是十幾個 百分之13個percent度是來自柯嫂的 即是說那個舊式的公積金計劃 因此就是政府是不應該是把這個的安排 局限在強積金的內容上面 應該包含了所有的打工仔 當他有這個的在強積金之下 是強積金或者是這個公積金都好 他都應該是受到相應的一個保障的 也都希望就是現在有很多的一些自僱人士 似乎政府是有很多的關卡擺在上面 那我覺得這些關卡也都應該是要予以打開 因為在這個疫情之下 有很多的自僱人士 其實他都面對各種的生活上面的困難 難度就要將他們的生活困難 就變成這個領取縱援金的一個申請者 就是作為解決的方法嗎 這個是對他們這麼久以來的工作的一個承擔 以及在工作上面對社會的付出 是一個不公道的做法來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既然是今次用到1375億 去作為一個是疫情之下的緩解的路向的時候 是應該要是全面這樣考慮到 在香港社會這一種經濟狀態之下 我們又是不單止16個類別的行業 是面對疫情的困難 各個行業都面對很大的疫情困難 而當中的很多打工仔 他都以各種的形態呢 是出現在這個社會當中 不是只是運輸行業裡面 是很特別的這樣 是會面對他有上班 沒有工強積金 其實有很多的是打工仔 都出現現象 好像自僱人士這樣 他是有他的工作的contributions 但是他可能都是沒有工強積金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就著這個部分 是有一個覆蓋全部的打工仔的安排 去令到面對疫情之下的香港市民 是能夠有一個支援 我想補充兩點而已 我們已經是第一輪政府用了300億 現在又在說1375億 我想說其實如果林鄭政府 不能夠對抗疫全面封關 在這些措施上面做一些果斷的行為 而是拖拖拉拉 假封關 然後擠牙膏式這樣來搞 香港那個的因為疫情 而影響經濟市民生活的困境 是會被模糊拖長 越拖越長的時候 你擠多少錢下去 其實都可能是不夠的 所以這個是整個關於整個防疫措施 封關的措施 是林鄭政府要重新檢討 我們非常之擔心 是內地各個省市 是不斷開關了 取消封城了 這些內地人是可以繼續 經深圳灣口岸 以及坐飛機都可以來到香港 我們很擔心會再引發 新一輪的香港的疫情 輸入的個案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這些防疫的基金 派錢的時候 上一次講的那300億的時候 政府就是未深思熟慮 他當時說要撐企業 補就業 但是當時我已經問了 你撐完企業 那些企業 那些錢是否真的去到那些工人那裏 那政府就說 他們不會是那麽壞的 不會無糧固主 那這次現在自己就再說了 其實錢未必落到工人那裏 所以現在要撥錢 就要補就業 那所以我想問 就是說 這次是否又無條件呢 那我覺得 在給這些幫這些工人出糧的時候 其實是否應該也要同時 是要求受資助的一些行業的老闆 是承諾不減薪不裁員 如果不是的話 又是好像提款機那樣 那頭拿了錢那頭可能減薪 或者是炒人 所以這些一定要說清楚的 那另外我覺得 就是剛才我們都見到 就是那個 胡志偉都說了 我們是很希望 今次所有受疫情影響的 其實是各行各業 是無所不包 我們是希望這些的援助 是去到所有受影響的人士那裏 而不是只是點子冰冰 選一些可能就是政府想幫的 或者是有功能團體界別的議員想幫的 就去幫 那我覺得一定是要雨露軍殲 不要遺留 是被人覺得政府是大勢超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至於港鐵那裏 我剛才都說了 除了港鐵說減價兩成 我覺得這些減價兩成的措施 不應該集中在鐵路那裏 應該是包括其他的交通工具的 我覺得這次政府說他們的問責官員是要減薪 其實他們是從一個 對於整個疫情走到今時今日的一種反應來的 因此我當然看不到說他這樣做是可以怎樣共渡時間 而事實上我們在面對當前的社會狀態 在很多的一些社會運動上面 都需要我們民主派民主黨的不同的資源去支援 包括在這個抗疫過程裏面 我們也拿了很多我們自己的資源出來 去搜集這個抗疫的需要的用品 包括了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有很多的運動上面所需的資源 都是透過我們手上有的公共資源去協助虛展 所以我們會回去民主黨裏再上一步去探討 但是如果我們談了之後 我們會做的話我們都會把有關的資源 是放下去持續抗爭的工作上面 去令到在運動當中所需協助的 我們的手足是能夠有足夠的資源去應對 在這個疫情之下他們可能要面對更大的困難 因此我們會審慎地去考慮 就是如何去運用我們手上有的資源 希望能夠協助到在那個社會當中最有需要的是市民大眾 就是說你們是說不想 你們不會減薪工了是嗎 我覺得很清楚就是我們有的資源 是會用在支援我們的抗爭者的手上面 因為我們覺得政府手上有的公帑 其實是應該用在市民的身上 而我們都會把我們手上有的資源 是用在我們這一場運動當中 需要我們去支援抗爭者的手上 我們覺得這樣做呢 亦都是符合到我們手上有的資源 是一個合乎當前的社會形勢 運動所需要的一個方向 抗疫的資源是來自公帑 公帑是我們香港所有市民的資源的內容 而我們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們手上有的資源也都可以作我們的選擇 而我們的選擇就是希望能夠 是協助到在這個運動當中 在這個運動當中 是面對一個很大打壓的一個 就是運動當中的成員 因此我們都會是善用我們手上的資源 而實際上我們都用了很多我們不同的 就是我們自己能夠獲得的一個公共資源 去搜集這個疫情之下 所需要的抗疫所需的內容 是去應付和去支持 在社區當中所需要我們協助的市民大眾 那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去判斷 和善用我們手上有的資源 去為我們覺得是需要我們這些資源協助的市民大眾 好 您覺得這次林鄭推出的選擇 是幫助建制派的立法會選舉 我想我不考慮這個部分的問題 因為其實所有現在林鄭提出的一些方案 其實都是在我們民主派 或者我們自己民主黨 我在過去當林鄭提出一些意見的 提出一些方案的時間 我提出了一些批評來的 包括了她過往 在第一次的防疫抗疫基金當中 是局限在一些很小的選擇 這次擴大了 但擴大了也好 她仍然都不是去到就是說 是承認整個社會各行各業都受到 我見到她在開場發言裡面 有講到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到最後去做這一件事的時間 就不是從一個各行各業都可以受惠 受資助的角度去處理有關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一個是她自己 在研判問題上面 和她的對應策略上面 是一種互不協調的處境來的 因此我覺得 在這次的抗疫工作裡面 其實正正是需要就是說 政府當局是要看到整個問題的本質 還有就是她要善用她手上有的公共資源 去為整個社會各行各業 面對疫情的時間 是尋找到一些舒緩的路徑 讓大家都能夠度過這個難關 那我覺得可惜 剛才我所提出幾點 在她現在所提出的內容上面 仍然有她未完善的地方 我希望林鄭聽到我們的回應的時間 亦都可以作進一步的完善相應的工作 令到各行各業受疫情影響的朋友 都能夠得到應有合理的支援 度過這個難關 不是 但我叫我想你清楚一件事 你們都是拿工廠 你們都是出糧 為何林鄭是要用工廠幫市民 你們拿工廠就幫你們手足 你可不可以說清楚 剛才我講了一件事 我講了就是 抗疫就是抗疫 抗疫每個人都是受害 為何你們那些手足是這麼受打壓 我不是很明白這件事 你可不可以說清楚 我再回答一次就是 我們覺得 我們有的 整個社會的公共資源 是會作為一個整個社會所需要的抗疫工作 林鄭自己去減退薪 她所代表的意義 在我們的眼中 可能只是代表了 她是為她自己過去 她在這一段時間裏面的抗疫的表現 不理想 是作為一個回應 因此 我覺得 每一個政治的人物 其實他們都會考慮到 她手上有的資源是如何運用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再說一次就是 我們是覺得 我們會 一 將我們手上有的資源 在社區當中 仍然去尋找 抗疫所需的 不同的一些用品 不同的支援工作 在社區裏面 是運用 第二 我們覺得 我們 可以 亦都要是 將我們有限的資源 希望能夠支援到 在這個運動當中 面對壓力的手足 那這個是我們的選擇 OK 謝謝